大家好,我是来自3A游戏战神主创团队的盖景设计师小山 本系列是我为新手准备的入门生物角色设计基础课程 以小牛兽为例,讲解从文案素材到草头探索,课题方案确立,材质渲染计划,以及排版展示等各方面完整的创作楼程 大家可以在微博搜索小山不是小山,Rstation搜索山桥,或在微博B站搜索创业齿轮CGD 关注我与创业齿轮更多精彩内容,以及免费干净设计教堂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3节的内容 就是说今天所涉及的内容大概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我们上一节节课结尾的时候 所以给大家提到的一个形态与感情之间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平时大家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很多在刺的一些东西 当你没有去触碰它的时候 你其实在内心中就会明白这样的结构,这样的形态 如果你去和它相接触的话,它是会给你带来疼痛 那么这种形态和感知之间的联系 可以被充分的利用在设计之中 让你的设计表达出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感受 那么在第2部分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形态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呢 来去强化我们的设计,使我们的设计从整个形状上到它对于观者的这种情感刺激上达到一个它能达到的一个具体质的状态 我们直入正题,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说首先在自然界中的形 这是一个在这里要插入给大家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图片中所展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图形 对吧,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本身在自然界中的这些动物的意义 比如说第1个是鲨鱼,对吧 那么鲨鱼这个图形,如果我现在来去问大家 你能从中感受到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鲨鱼首先是能给你带来一种危险的感觉 对吧,那么你还能意识到它的这种形态 它长成这个样子,在海里游动的时候,它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我们再去分析的话,就是说鲨鱼这个形态其实看起来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的一个道理 对吧,然后到第2个呢,就是水里的这种鲨鱼 这种鲨鱼,其实我们就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弯曲的状态 我们可以想象,其实这种形体给人感觉首先是特别圆滑的 其次呢,它的这种灵活性也会特别强 然后到第3张图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水母这种圆圆的这种感觉 我们看到这种图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种水母自然而然会给我们看到一种非常温和的,非常柔软的 非常无害的一种状态 这个我们只是完全从视觉上去分析 然后我们再看自然界中的大象 我们去看这个大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大象的这种体积非常大的,非常厚实 大象的这种结构感觉也是非常棱角,其实挺分明的 对吧,那么其实大象的这种形体,其实给大家给人感觉是一种很敦实的,厚实的,厚重的人感 对吧,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右边的这个摆放的这个文字的素材 文字的素材,我们直接看到了之后,由于它是种非常纤细的结构 我们自然的了解,哦,从我们的逻辑去分析,应该是非常轻益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呃,像刺悲的这种结构 那我们自然界,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它有这样的结构 那么它一定是就有一定的攻击性的,我们如果去碰触碰到它,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那么其实大家在观察我们世界,呃,世界中的自然中的各种各样的事物的时候呢 都会获得各种各样的一些,呃,通过你平时从小到大,从出生的那一天 你去感知这个世界到现在所积累的经验,而判断出来的一些,呃,情感上的 或者是感受上的一些具体的,呃,状态 那么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把它从这个现实中抽离出来的,啊 给一个通过一种抽象的方式,啊,符号化的方式,啊, 形成一个,呃,相对的准确的效应的这种,嗯,理论 那么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是设计我们自己的这种,角色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去进行反推,啊,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数 我们刚刚所有的,对吧,首先是看到世界中已经有的现实的事物,啊 现实事物我们去,去,去,去进行提取啊,比如说这种尖锐的形,它有可能代表一种速度 有可能代表一种流行的曲线,这种弯曲的形有可能代表一种柔软一种,啊,灵活 你这种圆的形有可能代表一种很有,或者是一个很软的结构,啊,这种刺型呢,就有可能代表一种,嗯,攻击性非常强 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式,啊,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呢,我们不去看自然之类的形,我们只是看一个抽象形,啊,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反推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形,这三个形分别给你带来的这种抽象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流畅的一个,速度感非常强的一个形状 第二个形呢,可能看起来会比较稳定一些,实在一些,厚实一些 然后第三个形呢,它可能整体看起来会圆润很多,会可爱很多,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当我们加入各种各样的细节的时候呢,其实,由于它抽象的这个基本的形态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的设计呢,也会保留同样的情感,啊,这个是怎么体验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加入了帘子,加入了窗户,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呃,交通器具所需要的一些,细节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形成了三个车子,那这三个车子呢,其实看起来,在第一个车子的,这种状态就是一个非常流畅的,非常流线的一个状态,对吧 然后第二个车子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像坦克这样,很敦时的一个状态,第三个车子呢,看起来就会相对很友好,很温和一些 同样,如果我们把它使用在一个人的五官上,那么这种五官又会给人表达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再去看这个图,对吧 同样的这种速度和流畅的这种形态,放到一个人的这种身上,给人感觉就是这个人是很狡猾的 对吧,然后攻击性也会相对比较强一些,另外的一种感觉就是把这种敦厚的这种人,对吧 这些这些形态啊,都是一些给人感觉非常扎实,非常有安全感的这种长相 然后在圆的这种状态呢,我们再去看,形成的就是一种小可爱比较逗逼的一个状态,对吧 所以那么从我们一开始的这种抽象的形态,然后去加入各种各样的细节,就可以使我们的这种设计表达出它最初的这种所要给人带来的这种抽象的感受 同时呢,由于你的细节前添加,在阅读的时候也能够让我们的观者去了解到你所画的是什么 我在设计中其实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在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个,比如说在这里我们 如何把两种圆,两种这种设计的形态结合在一起,达到你所要做的目的 比如说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甲虫,甲虫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它生长的这种鸡脚啊,生长的这种尖角的这种结构 那么这种结构,如果我们把它加在一个手的结构之上,我们在这里做了个加号 那它有可能形成了一种新的既有手的结构,同时又有一个肩甲,就是甲虫的这种肩甲的这种设计语言,这种形态语言的这种结构啊 最后就形成了一种有攻击性的一个手,就是视觉语言上看起来会比普通的手有很强的攻击性,对吧 就这种感觉的手,然后同样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设计我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设计的一个日本的这种女性的公主的一个形象 那么我想让这种公主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美的 但同时又有一种暗藏在表面之下的这种可怕啊,这种诡异 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在他的脸上使用了一个这种甲虫的这种昆虫的嘴的形状啊 你这种昆虫的嘴呢,他的这个结构,他这种形状尖锐的形状 我也把他使用,使用在了他的这种投赞上,这种投掷上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形成的整个的这种语言,虽然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公主啊 长相也比较端正,但是能给大家另一层的感觉就是他有一种,有一种让人毛无悚然的一种感觉啊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啊,现在在不断的进行尝试的一个点 那么接下来把它具体到啊,形态和情感的这种影响,把它具体到我们的角色上,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这个时候要把我们的今天的角色给挖出来 哦,我们这个帅帅的小牛,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所完成的目前的步骤 我们把这个小牛呢,把它搬到一个新的文件夹里 他现在其实给你整体的感觉是什么?他肯定是有攻击性了,对吧 因为他这个角是一个很尖锐的一个形态 我们试试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呢,来去强化他的某些特质 这个你在设计的时候呢,也可以完全按照这种思路去考虑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想让他的这种攻击性继续加强 对吧,那么我们呢,完全是可以把他的这种尖角的状态继续强化 同时呢,这段可以删掉 sorry 同时 同时在他身上的其他部位也加上这种尖角的元素 看看能不能进行进一步的强化 啊,我在这里是指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往上移一下 然后下面的这个方案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牛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可能 加上这种 能够让你的这个牛的攻击性看起来更强的一些要素 当然这个方法的使用呢 其实贯穿整个设计流程呢 我在这里提出呢,是因为这一步刚好就是说 我们还有这个机会去调整 一些牛的这种元素的设计 我希望大家在设计过程中呢 就是从一开始就要去考虑 你想用什么样的这种设计语言 什么样的形态语言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牛角的这个要素不断去强化 注意这些尖角的地方在哪长出来会比较合适一些 这个小牛看起来就会比之前的那个更凶悍一些 我们把这个这个角的这个元素在我们这个画面中可以继续的不断的去进行 这个牛呢,其实相当于就是牛族中的一个猪鱼嘛 身材会比其他的牛要小很多 但并不能小瞧它 从我们之前对他的描述来看 它是个非常彪悍的一件 其实在这一步的话它的身形我还是可以适当的进行这种调整 的意思只有你可以也在那里的一些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görev Victor 我这么做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不断的让这个 首先不断的为之后的创作留有空间 就是你不用太担心 永远都有这种修改的遗地 直到我们在最后完稿的那一刻 与此同时呢 也是在现有的这种方案的基础上 不断的去强化 让我们的每一步走的越来越好 稍微让他站高一点 毕竟刚刚的那种感觉 透视上可能会影响 就是 呃 观者对于这个整个他躯干的这个样子的 阅读 对吧 这个可能和上面的这个牛来去相比呢 就会感觉稍微更有攻击性 其实这个也可以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方式 当然你在你在去 考虑他的这种不同方式的时候 也要考虑他这个设计是不是自然 嗯 比如说这个牛角其实这么长的话 未必会 会比刚刚我们画的这种状态感觉更自然一些 但确实他的这种攻击性会更强一些 甚至有的时候 在这也会长出来一些 那么相应的如果我们想让他看起来攻击性更弱一些呢 我们可以是做什么 是把它更简化 把它这种符号化削弱一些尖角的地方更更削弱 让所有的东西都圆润起来 看看他的表情 如果你想让他可以变得更温和一些 更友善性 这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做得更圆滑一些 所以大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去想你的这个角色 你在设计他的时候 你想让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种感受也可以通过这种画面中的图形 不是也可以是肯定可以通过这种画面中的这种图形去实现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牛明显会比下面这个牛温和很多 对吧 由于我们这一些图形在这种语言上的描写的这种区别 虽然是这些细微的调整啊 但是对这个角色的气质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 那么这一部分呢 其实是我想给大家所说的这个形态语言 这个点 这个形态语言呢 或者说更准确的来说是这个图形和情感之间的这种关系 它其实是贯穿整个设计的 从一开始就需要去考虑 我们在之后的话 对于你对这个设计的方向越来越明确 那么你所能做出的调整也就越来越具体 所以在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种对图形感受的一个体会 我觉得这个下肢的这个关系 我们先改成 改成这样会合理一些 那保留也可以 没有太大关系 其实我在这里其实主要就是想要强调他的这种很宽的这种状态 整体的很横向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可以给他加上一些纹身 这种纹身也是对于他这种彪悍性格的一种象征 这种彪悍性格的一种 OK 所以我们进入到这一步呢 这个方案基本上就比较确定了 然后我会继续去 对 开始另外两个方案的这种创作 那么在下一节课的过程中呢 我会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生成多个草图方案的这种意义 无论是对于我们这个概念设计师本身 还是对于这个我们在商业环境下 做一个生产流程中的设计展示的一环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从这两个方面 那么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希望大家能够就是 嗯 了解到 啊 如何在这个 一个方案上去进行不断的调整 同时啊 借用这个图形和 情感之间的关系 让你的这个方案 表达的感受更加明确 那么 希望大家在这个 下这周的这个练习之中呢 可以啊 更好的去表达出你所想要的这种角色的这种感觉 好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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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éc 谢谢大家 link 词 ah 我们 快词 谢谢大家